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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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要等到明年年中 好像林伟进间零食年所店 最近怀疑 因为对手向供应商投诉他 货品卖得太便宜 令供应商不再供货给他 不过这类行为目前是合法的 小商店面对大财团的明昌暗战 要生存就要想尽办法 随便看看随便看看新优惠 新优惠 就帮开工厂的林伟进打工 年多前老板决定开多一份做零售业 不过怎样经营零售店 他们始终都是外行 对行中的潜规则闻所未闻 这个是这个 现在会员还八折 所以我觉得可以 你叫我凌翠之友过来吧 我正在中学时 很流行的夹斗游戏 屈肌是你用游戏规则的流动 而重复使用游戏规则的流动 直到对方失败为止 这些是屈肌 当时屈肌之后输了 就会发脾气 关掉游戏规则的 但当然需要一定的背景实力 才能做到这个发脾气 否则就会很严重 可乐事件算不算屈肌 可乐事件算不算屈肌 不是我老板 林伟俊就是阿一口中的老板 他做开工厂 经营连锁零食店的方法 是照搬造厂的一套 即是落单的买家 对生产线的成本和利润 都一目了言 很透明 他们做零售的货品 都是自己直接由外国入口 少了一重代理 成本少了 货品定价可以低一点 一律是内货价加上百分之三十七 林伟俊说自己生产电子线圈三十多年 一向靠量多 即使得几分利前 生意仍然有得做 现在他做零售利润有三四成 以生意来说很好做 他说想不到零售行业 原来在定价方面可以很飘忽 这些资料都可以拍到 不下的 我们这里很开放 外行人做事最好用固定这个方法 是啊 这个是不是打破常规 是打破我们外行人如何走入行中 而减少了自己去估计 谁不想多赚一点 但最大问题是客人 去旁边那间看过你 搞错 怎麽人家会比你便宜 不是我一定要最便宜 差不多不要紧 但是可能会差一元 那客人会说你 做一个不是便宜 就是稍为一个有个准质 有个公道 这个公道是有个标准的模式 这个标准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本土卖的一个价钱 两个二元钱也是 你不是吧 是 过三人钱回来 两个二元钱你会试试买 不是 两个几个人钱也会运费 有些红茶 有些红茶 不得了 我认为 做生意 要明白些 如果找到对的东西回来 那些客户平是哪里 便宜了个讯息 就是 不知道 他不知道原來可以在一個洞 有時割頭有一間店舖 賣東西這麼便宜 我們買回來 他沒有去那裏 我們剛好撞到他 或者故意去找到他那裏出來 這個就是大家好了 大家有個好處 所以絕對不是去搗蛋他們 雖然我那天早前說 我好像是一個搞事的人 其實我不是搞事的人 但是我們冒實那個鬼 就是做你一隻狗 你正常競爭就是技術性激導 如果你用反競爭行為 你就基本上就是打人要害 打人的臉 諸如此類的行為 港大法律系助理教授鄭建涵 是司委會競爭條例草案工作小組主席 他說條例草案看似很複雜 其實要規管的反競爭行為 可以很容易理解 用普通常理 都覺得不合理的做生意手法 就是要規管的行為 其實自由市場競爭 如果以較低的價格 更高的產品質素 去跟對手競爭是絕對沒問題的 其實我們之所以說反競爭行為 就是當你用一些手段 去局限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令到對手不能夠在公平和公開 和自由的環境之下跟你競爭 就是反競爭行為 即是你說現在可能有些大財團 大公司壟斷市場 其實到最後去哪裡買 是消費者自己決定的 黃松家在屯門的這間小型超市 上兩個月重新開幕 他間超市原本開在梁景邨 18年來一直服務街坊 直到年多前 領會接管商場之後 他被迫遷要結束營業 我們一直都是逐水而生 我們這位置只有順勢而生 整個大氣候在大財團壟斷下 你不順勢而生 你怎可能生存呢 我們有些金像 應成 我們有十元優惠券 優惠券我們指明 只能進來我們店舖購物 那些顧客 大家心領神會 知道價錢是多少減多少 因為我們如果是價錢 直接赤裸裸去減價是不行的 有多少箱 這裏有三箱 然後裏面還有 車出來 我一車車出來 現在在香港這個社會 又沒有其他法例去管制的時間 你只有是靈活一點去處理 你不能說 你要跟它們一樣價 你就變成另一間主流市場的價錢 沒有個有因給街坊買東西 黃松家的店舖是自己物業 不用怕再給業主加租 甚至迫遷 所以它在貨品定價上 有多一些自由度 可以賣便宜一點 壓力沒有那麼大 在香港這個社會的機制底下 政府又不肯去幫一些普羅商戶 小商戶 只有那些大財團一路去魚肉 受影響的就是基層市民 其實我覺得很貼切 我們和其他主流市場 我們是小蝦米來的 很貼切